台南球場所進行的牛屍大戰線的比賽來到是九局的下半 牛隊目前是取得三分的領先 如果台南球場這邊的比賽又超車了 又領先了陳金虎這邊的比賽 陳金虎目前是兄弟相對的在九局上半進攻當中 相對是領先一分了 然後在九上的進攻 然後在台南所進行的牛屍大戰 現在來到是九局的下半 會不會那邊如果沒有打完這邊打完先拋彩帶再收 滿有可能的 觀眾應該有這個習慣 對啊 先拋了 是是 然後要收再收 我說假設彩帶準備夠的話再拋一次 這個應該不會再收回去了 那種感覺應該每一個進場的觀眾朋友就已經準備了這一刻 是是是 高軍陳虎現在來接替麥克的頭球 麥克投了三個人次的三分之二局之後呢現在退場 由目前呢在救援 救援排行榜呢排第二 僅次於林月平的高金 在九局下半來登板 哇哦另外一陣子比賽兄弟相對滿壘得兩分了 現在變成了四比一了 哇這滿巨大的兩分的 兩地到目前為止都是四比一 哈哈 有這麼巧了嗎 但現在就真的發生了 高國慶今天有兩戰打 高國慶今天算是打得有比較好一些了 但是下一棒的馬球並沒有 這個球是一個好球 目前球數呢形成了一個好球 兩個壞球 對一支即將要封王的球隊 來講總是會希望在最後一個半球 那個三個出局數能夠快一些 對 不過有時候你越是這樣想哦 反而會變得更糗 對這就是運動心理 一號兩塊 這個球揮棒不通 再一起好球一個 兩好球兩敗球 好 高國慶這個揮棒之後 什麼球怎麼變得這麼慢 更慢 打成了界外 不過有所準備了啦 所以這個球還形成界外球 以棒球員的年紀來講 當然高丁城武的年紀非常非常大 但是還是憑藉了他的經驗 對 在場上有他的生存知道 這個球 兩好球兩壞球 所以 比賽沒有結束哦 還不能高興的太早 沒錯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說你 快封王的球隊呢 希望能夠趕快取得三個出局數 對 反而 我說這樣想的時候 那個比賽變得更慢 沒錯 高國慶沒有放棄哦 這場比賽他擔場的第三只安打 所以他今天的狀況 是要比前提場來得好 關鍵打者在馬修的身上 因為馬修 仍然就是三打數沒有安打 還打了一個Double Play 對 經二十七個打數 只有四只安打 本壘後方的接外球 要再接好球 一個 來好球沒壞球 不敢大意哦 還是有 還有 蔡明鏡還有沈玉潔 這是正確 對 正確的一個想法 是 明天的先發 雙方明天還要比賽哦 先發投手將是要張梗豪 對上是王敬明 就是明天兩隊所拍出的先發投手 這一把撈起來 在三壘方向 結果穿越前天才安打 對上保守 繞過三壘之後 最後是被擋了下來 主要野手也很快做回船 統一師隊 中後三分的統一師隊 在九局下半 連續兩棒的安打 一三壘有跑者 這個球跟得滿好的 沒錯 高精的這些 電話球 打著有準備了 台灣也只有 目前也只有四隻直棒球隊 對於對戰內參考的紀錄 還有對戰那個經驗 其實是 如果你有做功 會是可以抓得到 沒錯 所以現在事實上是在考驗 新龍牛這邊 投手教練跟 跟總教練 換以不換 之間的拿 三分 看樣子很多 但是好像也不是很多 這個球打擊 要輪到 是陳連弘 和連後方的切換 看樣子好像很多 但實際上也不是很多 因為陳連弘 如果這一棒假設出去的話 平手了 平手了 沒錯 重點是在這裡 陳連弘 有權可以打 名利的 這是已經退場的楊建福 被人家K頭 這場比賽真是表現得非常優異 真的棒球場沒有倫理的 學弟也打 真的沒倫理了 現在變了 時代變了 是是是 變成變成這樣 是是是 張梗豪啊 林奇偉也在用拉拉棒打楊建福 說林英傑打 打完之後 但是學弟都跟著打上去 對啊 沒倫理啦 楊建福當然要打回來 逃回來 師隊 在酒居下半的進攻 一三的有跑者 三的上有高國慶 一點上有馬修 兩位選手都敲出彎倒 哈囉 現在球速的是 兩好前面壞球 這個球是一個偏 外側的壞球 兩好一壞 超慢 95公里 他因為有這個比較慢的 所以他的那個速差 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對 我們快速只有大概134 35公里附近而已 陳天宏在得點圈呢 在生涯一直以來是一個非常出色打者 對 好啊 這個球沒有出到 主審判定是好球進雷 結果陳天宏遭到三中 形成了一眼出局 稍微拐得進 高筋的快速球 對 稍微會有拐進來那個動作 這個這個方向 主審蘇建文先生 判定這個球是一個好球 如果接下來被爬 只要爬一爬 這是三個